莫奇大结局深度解析 时间之神洛基的最终结局 多元宇宙大战即将来袭 一蜕变 在影片的结尾 莫奇为了所爱之人及多元宇宙的安危 决定舍弃自己的自由 大踏步走进时间辐射之中 他的形态也逐渐发生变化 漫威最强故事之神形态登场 相较于初次登场雷神一时 只为得到父亲奥丁认可的熊孩子 洛基这次真的做到了 为了所有人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所有多元宇宙时间线缠绕几身 这次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王座 可代价则是永远的孤独 在洛基的操纵下 时间线开始疯狂交错 最终变成了北欧神话中世界术的模样 而洛基本身就是北欧神 将时间线化作世界术的模样 也体现了洛基对家乡的怀念 此刻洛基已然成为了漫威宇宙的核心 监视并守护所有的时间线 这也给出了为什么时间宝石是绿色的解答 而根据本片编剧的证实 本集就是洛基系列的大结局 二道序 仔细观察的小伙伴就会发现 漫威将影片开始的动画楼果变成了道序播放 这也呼应了洛基掌控时间流脱 逆转时间的能力 并且当洛基从老欧处得知时间不够时 背景音乐则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刺客的洛基正是对抗之早已注定的命运 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穿越 最终依旧无力回天 这让洛基不得不回到命运交织的起 集体一季结尾女洛基杀掉康的时刻 而洛基也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一切的困难与希望 都是康早已规划好的故事路线 包括洛基掌控时间的能力 而影片中康死亡时讲的待会见 其实都是说给洛基的 没错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穿越中 洛基早已和康见了无数次 而他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洛基去面临那绝望的选择 要么杀掉希尔维 和康一起统治神圣时间线 要么杀掉康 破坏康建立的时间引力器 让多元宇宙自由发展 那代价则是洛基要迎接 为了争夺时间线 而引发的多元宇宙大战 三康之王朝 在本集的结尾 莫比乌斯说出在616宇宙 发现了康变体的出现 而616宇宙正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编号 有趣的是资料中的图片 正是以人三中被打败的征服者康 从这点可以看出 洛基成为时间之神是在以人三之前的 所以康议会的集结才刚刚开始 而他们口中染指多元宇宙时间线 并不是马人一家 而是刚刚成为时间之神的洛基 值得一提的是 被删除的洛斯雷尔并没有死 他在一片荒地上醒来 起初大家都觉得这里是虚无之地 再加上后面紫色光芒和打雷 让人直接想到了吞噬一切的阿利奥斯 但其实我们都猜错了 这里是未来被毁掉的使馆局 注意看前面使馆局地板上的字样 跟洛斯雷尔脚下的地板字样是一样的 并且它的远处还有一座金字塔 而这个金字塔大概率是法老康拉玛图特 这里正是被康征服后的使馆局就地 仔细看过以人三片尾彩蛋的就会发现 康议会所在的天空也是紫色伴随着闪电 所以这应该是苏联武康之王朝之后的世界 复仇者们被打败 使馆局被摧毁 而洛基作为掌管时间的故事之神 应该还会出现 只不过是以分身的形式 到多元宇宙召集更强的复仇者开始反击 到时候金刚狼此事还有初代之诛侠 当然雷神索尔肯定少不了 期待两兄弟的再次见面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